鄧鴻輝案現在要進行內部調查 但卻先行解除鄧鴻輝的顧問職是否有未審先判之餘 郵俗會踢爆政院無幾職顧問鄧鴻輝涉嫌性騷擾 院長怎麼看 國人與社會大眾對於無幾職的政務顧問有一定的期待 現在我們行政院的鄧鴻輝政務委員 政務顧問發生了這個信憑案件 我們也發現了這已經不符合當時我們聘用他的這樣的規範 所以我們就按照政府的規定先予以解職 我也立刻請我們的交通部長設立了這個信憑調查的小組 對這個事件務必要嚴查事實 然後還原真相 יודע BIG 不會 BBC 又贏 兩個 iem